今天会主委刘一如呢 为了宇昌案哽咽 那检察总长呢 黄世民也为了宇昌案 他是出来讲话 他这个黄世民呢 其实还蛮难得的 会针对最近的一些的这个事情呢 他难得的发表了一篇谈话 他强调就是说 这个当外界质疑说 这个司法来介入 然后政治追杀 他说没有他不敢办的案子 包括了宇昌案 包括了富邦的马英九 有没有拿一千五百万政治现金 还有梦想家的事情 他通通都在办 特征组侦办宇昌案 被批评是政治追杀 而且针对绿营而来 检察总长黄世民首度 共开诚信 国发基金管理委员会去调倦 不幸曝光了以后 有一些部分的政治人物 跟媒体 就不断的指责说是 政治追杀 国家机器追杀 我觉得这个完全是无机之谈 强调检调侦办没有色彩之分 只要犯法依法调查办理 甚至说明富邦案早在12月的 第三个礼拜已经约谈两人 而蔡英文涉及的宇昌案 到现在还没有展开约谈行动 你马总统有没有搜索 富邦金控1500万 政治现金的案件 司法机关 就我来讲 没有不敢办 主动的简报 分烂 请特征组来办 相关的证人 上个礼拜四 还到特征组 检察官 约谈 做笔录 用时间强调蓝绿通办 而且没有针对谁 宇昌案目前以真字案办理 副办案则用他字案 选后也会有进一步的约谈动作 根据了解 蔡英文将以被告身份遭到约谈 马英九选后则以关系人 道案说明 对于文件会梦想加弊案 检察总长也说 案子已经移送北检 特征组不需要重复分案 博斥外界不敢办案的说法 选前蓝绿阵营 政治人物涉及弊案 特征组强调立场绝对中立 不管谁犯法统统办 这卷台北做不到 好 有关于这个黄世民这个讲法 其实绿营又提出来了一些问题 这要请教这个老大 第一个 他们说那你去这个调卷 那这个刘亦如他们变造公文的 你为什么不调呢 他怎么知道他没调 当然有调啊 怎么会不调 民党怎么知道他没调呢 就那个公文上面 然后多贴了 这个多说明了这个文字 把它3月31号写在上面 他们怎么知道他们没调呢 这是第一个 你说应该有调 不是 因为那个案子 是他们去按铃申告 刘亦如的 嗯 按铃申告 能不办吗 嗯 他现在啊 黄世民 没有 我相信他是没有不敢办的案子 因为我太了解他这个人 但是绿营现在会怎么讲 你都有办啊 但是你速度不一样啊 手法不一样啊 对对对对 你办了你有了换过 轻重不一样 轻重不一样 梦想家推给北建 嗯 对 梦想家本来就是北建办的案子嘛 我跟你讲喔 司法这个东西 很多人是不相信的 包括马英九 花重视 我有知 知悔黄世民的话 他退选 你说 多少人相信 嗯嗯嗯 很多人相信嘛 所以马英九这个讲 讲的是对的嘛 马英九可以这么发誓 因为怎么办 你交代 你不必亲口交代 有人这么讲 不必亲口交代 如果你偷偷给黄世民讲 他也不讲 就没有人知道了嘛 所以司法这个事情 我觉得在那边扯 扯到最后 不见得是对国民党有利 因为他认为国民党是掌控司法机器 使得国家机器在你手上 蔡英文要不要传讯 如果要办这个案子的话 选后我相信 要还他先把也要传讯嘛 对 但是你现在如果选前 传讯他 或是你现在想说 选后会把蔡英文当作被告 蔡英文要讲政治迫害啦 不啦 变换了啦 所以我是觉得现在 这个刘毅如 我跟刚辉文讲的 我其实蛮同意的 其实喔 弊案 什么叫弊案 有违法之嫌才叫弊案 那你如果不是有违法之嫌的话 那就是社会观感的问题嘛 那到底有没有违法 要查来才知道 对 联合报有一篇社会写的好 他说他根本就是弊案 那你今天你刘毅如出来 开记者会 记者问刘毅如 刘毅如说 跟记者讲 我今天出来是要问蔡英文几个问题 记者会放过他吗 记者一定是问你刘毅如 你对你要问蔡英文的这些问题 你的看法是怎么样 他到底是不是弊案 有没有违法之嫌 可以不可以这么做 那刘毅如要答护记者 说这个不可以 这个依照我们的规定 本来就不行的话 这种 这种不行其实刘毅如 为什么不可以送法办 你知道是弊案为什么不可以送法办 因为他原先不知道 原先有些机密 两分机密的 而且没有人打的时候 刘毅如是不知道整个内情的 是 所以我说才要回到事情的本质 我记得最清楚的一个case 就是叶绝兰的case 18表 那时候18表也有一些疑点 可是那时候疑点出来的时候 不能够说是有什么公文出来 所以那时候人家质疑他说 那你这些资料怎么来的 他说他先生托梦 对对对对 可是他先生托梦 大家觉得好像是 是笑话一场对不对 可是因为他提出来的资料 有相当程度的 让人家觉得有 可以质疑的地方 所以整个社会就哗然 所以一样回到基本面 到底这些疑点 是不是值得我们去探讨 这些疑点了解多了以后 假如有牵到这些疑点的人 将来适不适合当我们国家 非常重要的政治人物 假如不合适的话 我们就应该好好的去检视他 而且你说就这些疑点来讲的话 当刘亦如提出这些质疑的时候 然后特征组现在也在办了 那他连提都不能够提吗 他当然可以提啊 你要我讲这个 还是要讲黄世民 都可以 就是这些东西 他的确是疑点 我先讲一下黄世民 其实我觉得他讲得很小心 很谨慎 让他无懈可击 那当然我们来宾有人质疑他 说你不是说讲他没有弊案了吗 那还有什么事情可追究 包括刘亦如都这么讲 不是黄世民 刘亦如这么讲 但是我觉得刘亦如的言外之意 意思是说我没有说他是弊案 但是我也没有说他不是弊案 我觉得后面这一段他是省略掉了 好现在回到这个重点 刚刚主持人有怀疑 说这五点也许大家看不懂 其实在中天不管是下午的 或是晚上的节目 我们都找到过 我觉得只有第一点 我们比较轻忽 因为第一点 平常你讲他的proposal 他的计划书里头 把在美国矽谷也好 San Diego也好 所有的生机业 有华人的地方 他都扯进来 那就是夸大声势 说我很厉害 就好像提出一个研究专案 里头有很多方法 不是本研究室会做 但是该做的 我们在美国都有人 都会帮我的吗 这个是他虚张声势的地方 但是我们的观众 也许不晓得 宇昌案 跟现在台茂生计创投案 到底两个有什么关系 因为今天的五点 其实基本上讲 都跟宇昌案无关 但是都是台茂生计创投案 那这两个案子有什么关系 我打个比方 大家比较听得懂 比如说这个案 在酝酿的时候 从基隆出发 只有一条高速公路 到了台北的时候 这个timed 原先叫timed 到了台北的时候 变成台茂蛋白 但是台茂蛋白 存在的时间没有几天 就改成宇昌了 那离开台北市的时候 他走北一高的 就变成宇昌 然后变成中域 然后一路南下去了 但是在台北的时候 他分出北二高出来 那这个北二高 就是台茂生计创投 那为什么现在党团也好 或者金建会也好 就重点放在台茂生计创投 其实本台的节目也是这样 因为那个宇昌案 它有一个缺口 那个缺口就是521 当蔡英文下台以后 到他去接这个宇昌的董事长 开始发函要钱的这一段 因为蔡英文有他的讲法 不是我要干的 是人家求我的 我家的钱不是要来赚的 是来灭火 来救火的 所以这一段 就变成你说你你有理 我说我有理 很难下一个定论 但是台茂生计 很多人讲说 那也没成功 钱也没拿到 你现在说这个干嘛 但是这个是代表 蔡英文卸任以后 来接宇昌 然后这两个高速公路分道 那同时生出这个 他所有的企图 他所有的想要干的 还有他所有 真的是见不忍的东西 都在这里发挥无疑 所以看这个比较清楚 比如说你要永续 你要那个营运费用 你要这个你要那个 要董事几席 虽然都没有成事 都没有成功 但是你不能因为他没有成功 就放他一马 因为我们现在要的是 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你心里头 存什么样的谈算 在这个案子里头 比较充分 对对对 这就是所以马英九 才会在这个辩论会上说 我卸任了 不会叫官员到我家来报告 对不起我先讲 我听沈大老讲了两次 我也不想打出一个 我没说他是弊案 我也没说他不是弊案 我没说他偷东西 我也没说他没有偷东西 那我提出疑点来 让大家去那 那这个 那我们要这么说 那是没有怎么说 刘老大那些西装很好看 刘老大那些西装 我也没说他不好看 那到底是什么呢 那这样说就说不了 黄世民的话 不是无懈可疑 是漏洞百出 我就举一个漏洞给大家看 9月27 这个投书的人 其实是民进党的这个 台湾智库的一个律师 叫做黄帝盈 他9月27就投书了 12月15约谈 这是什么逻辑 我也算了一下 你讲的是富邦案吗 富邦案啊 你讲的是富邦案 79天了 12月15号 第二场总统大选的辩论还没辩 上个礼拜四的事情 蔡英文也还没有咬富邦的案子 你就去查 那这案子为什么 我这样讲就说 这案子有牵结的部分 有不起诉的部分 你要从英塔不是不可以 但你一定要有新事实跟新证据 黄帝盈的那个投书 怎么会有新事实跟新证据 他讲的是郑文龙 质问蔡明忠的那个笔录 那个法院笔录 那都是旧的嘛 黄世民的讲法是说 是因为9月18号 自由时报刊登了 9月27啊 9月18 他说9月18 他说自由时报刊登了一天 他本来讲10月18 1500万不见了 所以他针对这个去约谈 不是这样子吗 他弄错了 他日期弄错了 他会承认他是口误啊 他就针对1500万 真是先进的部分去查 已经查过了嘛 你今天要重新侦查 不是不可以 那新事实跟新证据在哪里 我看不出来啊 所以你说黄世民 他今天办的东西 他说这个梦想家我也有办啊 宇昌我也有办啊 那我请问大家 如果梦想家他真的有办 现在真办梦想家单位 是台北地坚署 当然检察总长也是可以指挥啦 总长指挥一省地坚署 不是不可以 可是如果有办的话 为什么是那个场合讲出来 因为梦想家是上个月的事情 11月22他去约谈 现在已经12月23了 一个月之前的事情 我觉得黄世民今天出来讲这个话 并没有办法让绿的朋友说 对啦你是公正的啊 你是客观的 你并没有真正对他什么 绿的本来就不会觉得他公正客观 那你的意思是说 副邦案不应该办的意思就是了 我刚刚写来 那就没有新事 所以新事战就不应该了 马英九昨天站上说 已经榨干了你们还要榨 那我问你啦 下一次选这个直辖市长的时候 我可不可以再把副邦案再拿出来 没有没有 下一次选直辖市长的时候 要把花博的事情再拿出来 也可以啦 马英九特别的事情再拿出来 就政治考量啦 马英九巴不得你多办几次 因为要衬托宇昌安的你的逃避嘛 是我们先进广告 等一下我们来讨论